8秒內切完一顆芭樂 人稱芭樂王的刀割 仁如其名 刀工了得外 腦筋也動得快 38斤 6斤秒一顆 一顆1斤一聚 9點多刀 然後我12點多 快一點就把它全部切完了 靠芭樂3小時賺3萬 為了更有特色 還研究中藥調配 那個是甘草汁 中藥的成分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說 我上來台北的時候 我塞了2000斤的芭樂 2000斤的芭樂 可是那2000斤的芭樂 幾乎全部都丟掉 第一天只賣200塊 從嘉義北上饒河夜市 打拼賣了16年 曾經生意不好 後來念頭一轉 送人品嘗自己的獨門調味 如今平日一天 可賺4000到4500 假日有時賺到兩倍 年營業額上砍200多萬 放上巧克力還有麻糬 滿道餡兒都要溢出來 芋頭口味的光看就好濃郁 國中就開始幫忙了 你常燙到嗎 很常 非常常 這邊都燙到是不是 對啊 84年次的Eric 加上兩個姊姊 全家5人都做紅豆餅 現在將16年傳統老店 加入年輕風味 翻轉紅豆餅刻板印象 因為我們技術真的還滿獨特的 第二口在咬到中間 是有一點蛋糕式的 一天約備料70到80公斤的紅豆餡 30到40斤的奶油 20多斤的麵粉等等 一個月生意好起來 可以賣到2萬個 疊起來的高度超越了台北101 烤紅豆餅年入約840萬 大概是一座101的高度 很支持他能夠這樣子努力的 他喜歡做的工作 最新資料顯示 台灣的創業力亞洲第一 年輕的陶吉 現在要用銅板美食品轉型 也翻出無限未來 記者王俊烏平台北採訪報導 Bcc H Bcc